刘玉宁真的要笑死我了 新一期的开推 别的事没干 就一直纠结热巴的人物名字了 一个芭比 刘玉宁读得好像舌头要打卷了 热巴让她读芭比 她自己非得喊成爸爸 芭比 芭比 这么难记吗 芭比呢 芭比 芭比 芭比呢 从那个我们芭比的题开始吧 三二一 芭比 这兄妹俩在一起 连0.5个胆子都凑不出来 逼得张灵鹤都被迫成为 三个人里的铁毯担当 硬是把她的胆子练到了 可以抓NPC的地步 想想热巴没来开推之前 还畅想过 跟刘玉宁去密室 哥哥能站前面保护自己呢 你三个一起去密室完的话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就是可能 玉宁站在前面 然后我要站在中间 然后后面要站着龚俊 但不得不说 热巴在节目里 面对刘玉宁的时候 姿态是最放松的 被刘玉宁骗到后 气得都快不想理她了 眼见妹妹红不好 给刘玉宁愁得直叹气 刘玉宁对热巴的迷惑行为 也是秉持着不理解但尊重的原则 莫名其妙地惯着妹妹来 我不会把人做成恋爱 热巴这季几乎没有当过凶手 但最近几期次次被大家高票怀疑 给爸爸无奈的不行 虽说热巴在开推里是团宠 但他们宠人的方式 实在让爸爸销售不起啊 爱他就把票全投给他 那谁是团宠 怎么你们会怎么宠 有没有什么这种具体的 好像你没怎么宠 你这么一说我得反思了 下来都投给他 但是我解释也就不是因为 我想投他 就是我这人呢 就宠别人的方式就是投他 这期开推把精进找来 真的是点睛之笔 这姐的综艺效果 适配他们所有人 把热巴天天逗得合不拢嘴不说 明明之前跟刘雨宁没合作过 两人在节目上 也感觉特别有默契 隔三差五的配合对方大小眼 我说了我很需要钱 我需要钱 小心小心 你太可恶了 我就是我两两个女人 我妹我要张过你 哎呀 哎呀 别掉 单说不说 刘雨宁真的歌感好重 不管是对热巴金镜还是李怡桐 都下意识觉得 他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前两天在书卷一梦的剧组 李怡桐身上爬了一条好大的武功 被戴拍看到 隔空向他们提醒 最后也是刘雨宁先反应过来 赶紧帮李怡桐抓武功 有他在身边 真的安全感满满 尤其是咱哥刘雨宁 每次站在周柯宇和热巴身边的时候 好像他俩的爱情保安一样 前脚周柯宇弟弟偷偷献宝似的 给热巴蒂威化饼干零食 后脚不明所以的刘雨宁就跑巴巴面前 一边疑惑一边嘴馋的问妹妹要零食 这三个大蝉小子和大蝉丫头 回回都在零食上搞出笑料 上回刘雨宁吃辣条也是 对巴巴就是亲自给他 还打消他的顾虑 轮到周柯宇问刘雨宁要辣条的时候 宁哥自己拿去 这季的开推热巴姐作为嘉宾过来 恐怕让周柯宇这小子录节目录爽了 从第一次跟巴巴的经验见面 到如今和姐姐录了一整季的节目 周柯宇非但没习惯 反而感觉他越来越爱了 人在他面前提到热巴的名字 他都能嘴角上扬 热巴姐 热巴姐为什么画神 是那个画的 就是哇 然后 就是 就是 就没有为什么 这下我是真的信了 热巴是周柯宇的女神了 年初直播的时候 说自己想留的头发长度 都要cue一下热巴 这个时候 他甚至还没跟巴巴一起入开推呢 头发大概留 我就想留成 差不多 留成 留成谁这个长度比较好 我觉得我留的跟热巴姐差不多长就行 这头 这首可热也是给我填上了 弟弟周柯宇的衣服 莫名出现在热巴身上这种事都已经是机操了 这些黑暗里 热巴一直躲弟弟身后 周柯宇你小子心里都得没死了吧 弟弟在这节目也算是个搞笑担当 大家角色的开场动作设定成被迷晕的样子 每个人的姿势都很正常 只有周柯宇憋屈地趴在地上 白雨神平 他像条蛆 没用了你 你干什么 你只是 怎么会这样拥掉的 你像是一条蛆 而且这么老长 这么老长 身为北方人的周柯宇 之前跟自己的南方粉丝打电话的时候也好好笑 因为粉丝的口音问题周柯宇一直都没听出来人家的名字 粉丝不追了 听不懂我说话太瞎头了 我叫南南 你叫南南 井南的南 南边的那个南吗 不是井南的南 指南的 指南的南 对井南 就是 井南的南 就是南南 南南 南南 之前还以为弟弟是个很在乎自己形象的人 没想到这位也是个左红毯奇葩选手 裤子不合身 就在一群摄像机面前跳起来提裤子 前段时间火的晚安大小姐 她自己还拍了 别的男明星直播聊聊生活 谈谈工作 周柯宇直播致力于回答粉丝每一个奇怪的问题 连让他喝点水的要求都立马想要 可以说是重粉之急了 我会呼吸吗 可以呼吸的 有这个劲可以呼吸 主播有耳朵吗 主播有的 耳朵是有的 主播会喷火吗 主播不会喷火 主播会走路吗 主播会走路的 会会的 主播能喝点水吗 可以没问题 就他这个满腿跑火车的习惯 能在热巴面前保持的这么正经 都不知道他私下忍得有多艰难 小招呼加个微信呗 行了行了 把你个信发我 加微信 我们微信联系吧 等会9点之后微信联系 微信联系 对这个里面装的是茅台酒 忘记跟你们说了 这个里面装的是 52度的茅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